哇 香喷闷的 素的肉骨茶就这样子完成了 哇 你看 香啊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家庭主妇 今天呢 要跟大家分享这道 素的肉骨茶了 那我就一直以来我都没有去买那些 肉骨茶包啊 都是自己去抓那些 药材跟那个香料来自己去包的 它主要的材料呢 就是这个当归了 这个当归 就是去药材店那边跟他说要买那种甜的当归啊 甜归就没有那么苦了 它就甘甜甘甜 煮出它的味道是不同的 就还有这个桂皮 桂皮跟八角 这三个就是 可以说是主角啦 其他的都是配角 就好像 一套大制作 电影里面 都肯定会有男女主角嘛 当然 要有一些配角 KNFB来称脱一下 那其他的配角呢 就上之前有弄过那个鲁汁的那些材料来的啦 就是有丁香 小茴香 还有这个 胡椒粒 百胡椒粒我已经搅脆了 就有一点 干草 还有这个 玉竹 还有两粒的蜜枣 还有这个 竹子 竹子干 晒干了的竹子 就 因为 这些都是比较热气的东西嘛 所以我就加了两条这个 比较降火的竹子下去 给它 综合一下 就这个 做法呢就跟混的 肉骨茶就有点不同啦 如果是混的就是全部 要一起放下去包 还有跟那个肉骨啊一起去滚啦 所以这个做法就有点不同啦 那现在就来 清洗这个 药材 才拿去包 现在就来清洗这个 这些材料啦 都通通放下去就对了 现在就来清洗这个 就把那个灰尘给洗掉 然后当归 当归我就留两片 留一点上来 其余的都放上去 过一过水就好了 就把表面那些 灰尘 冲洗掉就可以了 好 就是这样子啦 还捞上来了 好 这边是 3公升的水啊 直接 大王就包了 还有这个 无较力 也放下去 滚了吼 这个时候给它大火滚一个 10分钟到15分钟 然后 然后 我们把它灌去中小火 就慢慢的 给它去焖了 好 焖它大概是45分钟啦 前后大概一个钟头这样子啦 然后就可以熄火 现在已经在 爆着了 我已经把火灌去 中小火了 就有些人应该会觉得 哎 这么奇怪的 这么会 没有 材料在里面的 就只有那个 腰材吧 因为现在我们的做法是跟昏的 就有点不同啊 因为我们的材料 都是那些 塑料之类的 还有那些青菜啊 菇类 就那些滚它一个5分钟到10分钟 就已经是可以了的了 就不需要好像那些 啊 猪骨啊什么 排骨那些肉类的 去滚它一个几个钟头 所以就不需要 所以我们就先把它滚一个 大概是一个钟头 然后 熄火 把里面的材料 烙上来 我们就可以把那个 材料 放下去滚 就可以享用了 这个时候 已经是整个厨房 都是那个 香味了啦 就 如果这个时候 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它的味道是 会有点苦涩的 就等下我们先把那个汤头先熬好了 熄火 熄了火 要先给它 等一个 3到4个钟头了 就给它 冷了下来 沉淀下来 我们再把那个 我们要吃的料 才来去滚 那个时候 你就会吃到 它 综合了 那个 腰材的味道 还有 我们的那些 啊 菇类啊 或者金针菇啊 还有其他 我们所放下去的材料 它已经是综合了 所有的那个味道哦 就是一个 素的 肉骨茶的味道了 如果是 如果是 我们要拿来 比较的话 就是用 昆的 跟素的 来比较它这个味道 那肯定是 没有得好比较的啦 这些东西 就是 我们 素的肉骨茶就是 它有它的风味啊 就是啊 你就把它当作是 另外一个料理来吃 那好了 现在就 给它再滚了 我现在就去准备 那些材料 好了 差不多一个钟头 就过去了 现在我们把这个材料 捞上来 有看到它现在的颜色 还是比较白 现在我们先把材料捞上来 材料已经捞完出来了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要放下去煮的材料了 我今天就准备了 这个 酿豆腐包 已经是 已经 已经是酿好了的了 还有这个 这个 豆腐包 我就切了两边啦 有一点蘑菇 还有点花菇 已经焖好了的花菇 这个就是那些 酥的猪肚 酥猪肚 就这样子啦 这个我已经切了 分了两道了 那还有一些 酥的三层肉 还有猴头菇 等下这个要放去炒一下 奶油去煎一下才放去滚啦 还有这些菇类的 就是这几样东西了 现在我就 去 先炸这个 然后这个 可以放下去 里面滚 而且这些比较耐煮啊 这边滚它一个 5到10分钟就可以了的了 然后我们再来调味啦 好了 我们的热锅 开火热锅 放一点油下去 炒那个 猴头菇 那个三层肉 给它有一个香味啊 有一个焦香的味道 油热了 好了 差不多有一点焦香焦香了 可以熄火了 好了 放下去 给它滚滚一下 好了 现在就来 调味哈 然后我就冰糖 我就这样子放 一汤匙啦 然后就以姜油来 那个咸味 就是要靠这个姜油啦 这个姜油我就先放这样子 一点一勺啦 一点一勺就是 刚才我那个 冰糖那个汤汁是 大概是4汤匙左右啦 现在刚才 还没有下料的时候啊 就 你们可以尝试一下 拿起来试味道 就知道它是什么味道了 然后下了这些材料过后 再下了冰糖 还有那个 酱油 我们再尝试一下味道 你又知道有什么分别了 然后 我们再下 其他的那个 那个菇类的 它又不同味道了 那时候 就它已经是综合了 这些所有的材料的味道 它就有 有甜 有那些菇的味道 综合了全部的味道啦 它就很香 很开胃的一个 素的肉骨茶汤 现在我们来试一下味道看 味道是ok了的了 已经有一个甘甜 甘香甘香的味道了 再给它滚一会啦 好了这个时候 可以熄火了 就给它带一个 给它冷啦 给它凉了过后 我们再开火再滚那些菇 之类的 就可以吃了 如果现在这个时候 我们拿来吃哦 它的味道是 不怎样好吃的 就是要带它凉了过后 我们才再重煮多一次 那个味道就很好了 好了 等下我们回来才讲 好了 现在我已经把材料 捞了上来哦 现在就来做这个 跟着我剩下来的两片 当归片哦 好 现在来处理这个 当归片了 我把它 压成好像粉状这样子了 因为这个 当归片是 你要把它切成粉状是 蛮吃力的 真的是要用力去 压 因为它是那种 韧的 又硬又韧的 就是这样子了 先把它 压到一条条 然后我们就 就是以此类推了 让它变粉状 等下我们 去煮那个 要上的时候 撒一点上去 就很香了 好了 已经 几个钟头过去了 今天我就 用这个 瓦包来 呈现给大家吧 来开火了 就把刚才的材料 再一次放回去里面 这边 这些菇之类的 也可以切小片一点都可以 就是这样子你要等它几个钟头 再煮多一次 它才好吃 如果是刚才 刚刚滚上来的话 它就是差一点就是差一点 你们可以尝试一下的 这等它滚的时候我们才下这些了 这些材料才放上去 还有那个青菜也是 这个 那样等我开二了 这个时候就等它滚了 盖上盖子 快一点了 今天沙包都出来了 可以放其他材料下去了 可以放其他材料下去了 就这些 金针菇啊 鲍鱼菇 还有这个 蟹肉菇啊 给它滚滚一下就可以了 还可以放点青菜下去了 这些 这些都可以放下去 给它滚滚一下就可以上桌了 好了可以盖起来了 细火 好了 接下来就是这个 刚才那个当归粉 我们就把它 放去汤里面 好了 这样子就可以了 盖起来 可以上桌了 好 好 好了 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 好啦 哇 香喷喷的 酥的肉骨茶 就这样子完成了 哇 你看 很香啊 慢慢你拿 还有这个 小辣椒哦 配那个 酱油 这个就是那个 黑酱油来的 就是来炸那些料来吃的啦 还有点油条 已经炸过的油条 好 有一道香喷喷的 酥 肉骨茶 就这样子完成了 我要吃完了咯 我 要我吃一盐盐吧 一盐盐 我变名了 哈哈哈 我吃得饱了啦 好了 看见了 好吃吗 好吃 今天晚餐 又到此为止了 希望大家会喜欢 如果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当我们有影片上等的时候 它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觉得好的话 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素食就是这么简单 感恩有您 请 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 这边啦 好了 将生鱼的汤 装上来 还可以做 另外一样东西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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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